有我們也擔心 防護機啊 有我們也擔心 這樣是這麼健康的問題啊 學生其實常常在這個壓迫 到底教育這有什麼心情 就是腰空無時無刻都在塞車 這車很多的辦法 根本買不起房子啊 幫我相信要一兩千萬吧 賴新德本人 他自己明年沒有要選舉 那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要做這個考量 我想很重要的一點是 他希望能夠累積這個在他以後 更上一層樓的正式資本 因為其實蔡英文總統 當初推這個一利一休的修法 得罪的財團跟資本家是跨藍綠 那有很多其實偏綠的老闆 對蔡英文推這個很不滿 那賴清德如果這一次修法把它推動了 那其實就是加講一支 我想基本上這次的一利一休 很多人反彈 那反彈我有了解的 中南部的中小企業反彈的蠻嚴重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為了要回應 中小企業的訴求 那勢必是得要去做一些調整 那這個東西本身因為 跟2018的選舉有沒有關係 我想在一個民主政治底下 任何的公共政策 都要贏得選民的支持 那這就是民主政治的精神 就是民主政治的精神 就是透過選票 然後要求我們的主政者 能夠回應民意 所以有人說他在拆一利一休這個炸彈 其實這個東西沒拆好 未來他是給自己 買了一顆更大的衛報彈 他其實要回應整個這個資方 工商團體的看法 那又加上就是其實現在距離明年的 限制場地方的選舉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他勢必要在這個 在今年年底以前把它解決掉這個問題 從總統府到行政院都一再強調 這次的再修法是要堅固到 要以這個不損害勞動者的權益 的前提下 給企業適當的彈性 不管這是口頭上的講 但至少他講出了 這是再修法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要避免成了一個政治風暴 這個炸彈不再沒有拆上 然後給他引爆了 那就是看你的修法的內容 能不能符合這兩個 同時間符合這兩個原則 民進黨的重要知識者 其實就是中小企業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對於他們這個選舉來說 明年要選舉的 我覺得他們對於資方的一些回應 我覺得他們勢必要面對 那至於勞工的票 他們認為就是勞工呢 事實上是可以施小會 可以來拿到這個票的 所以他搞不好到明年的時候 再放出一些對勞工的 一些某一些利多 但是他現在他認為 資方的反彈已經到了一個地步 所以在今年年底以前 他認為他們一定要去回復 這個資方的一個 這個目前的看法 對 過去的不管是陳水扁總統也好 馬英九總統也好 其實都就犯了這樣子的錯誤 那賴院長他第一次到中央來負擔 這個行政院長的重責大任 他可能會覺得說 這一次我聽一下 我這種過去傳統的 固有的老朋友 本來這些老朋友給我的建議 我覺得蠻好的 我來聽一下 但是他還沒有體會到 什麼樣叫做資本家的與取與求 但是你得罪勞工 這個跟勞工之間的撕裂 其實很難彌補啦 希望賴院長可以記取 過去幾任總統的教訓 再次報告 一點點 라�局 有一個lin行的 讀書 怎麼樣 你會選擇 對 戰兵 你會選擇 對 美人 有一個雅 有一個 雅 在面 有一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